作为复仇之力唯一的神 雷神索尔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他手持暴风战斧霸气出场 以雷霆之时打出爆炸性伤害 就连六宝石的灭霸也不是他的对手 可如今他却被 火焰巨人大罗斯给扎了起来 原来自从傲创事件之后 索尔为了找到阻止诸神黄昏的办法 他踏遍了宇宙的每个角落 可都没有任何收获 如今他来到大罗斯的地盘 两人交谈中 索尔得知 当大罗斯的王冠沐浴永恒之火 就是引发出神黄昏的关键 为了拯救阿斯加德 他必须在这里阻止对方 就在大罗斯准备处决索尔时 他立即召来雷神之锤 并瞬间振脱铁链的束缚 面对数不尽的小杂兵 索尔直接就是一套乱披风锤法 再接一招人锤分离形成领域技能 最后再来一招以雷霆击碎黑暗 瞬间清理全场 大罗斯立即释放火焰攻击 索尔见状不躲不闪正面应结 没有永恒之火的大罗斯 根本不是索尔的对手 一套连招打的对方毫无还手之力 最终索尔一锤交下了大罗斯的王冠 随后他背上王冠 准备召唤彩虹桥回到阿斯加德 却迟迟得不到海姆达尔的会议 忽然这是一只火龙破土而出 索尔轻松一招交对方怎么做一脚好龙 可小杂兵越来越多 索尔无奈拿起锤子跑路 就在他要被巨龙一口吞电时 彩虹桥及时降下 索尔成功回到了阿斯加德 可现在的阿斯加德早已变了呀 海姆达尔成了汉毒被奥丁驱逐 彩虹桥守护者也变成了屠夫 更奇怪的是 神殿的门口居然立着一座洛基的雕像 而众神之王的奥丁 居然不顾正物而沉迷于玩了 看着一反常态的奥丁 索尔瞬间看穿了一切 他只是律师小记就让洛基献出了真身 在索尔的逼问下 及脚下出现了一个金色光圈 随着洛基的消失 一张名片出现在索尔眼前 根据名片的只是找到了奇异博士 博士也是尽了一番地主之意 不光给索尔安排了真皮座椅 而且还有无限续杯的扎品 从这以后索尔就爱上了这个味道 在了解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博士很乐意帮忙 他举下索尔的一根头发 一番双手结印过后 成功找到奥丁的位置 临走前 索尔问博士洛基在哪里 只见他单手一晃 洛基生气地掏出捅圣刀 就要和卷夫来一场法师之间的战斗 博士大手一挥 便把两人送到了奥丁面前 奥丁告诉两人 他们的姐姐死亡女神海拉即将出现 真正的诸神黄昏就要到来 而她大陷将至 只能靠他们兄弟二人保护阿斯加德 说完 奥丁就化作点点金光飘向远方 索尔他们还来不及悲伤 忽然后方一团绿色光雾凭空出现 索尔两人赶紧变身准备营宜 从玉光中走出来的女人正是他们的姐姐 死亡女神海拉 海拉见到索尔两人后 开口就让他们跪下并沉浮于自己 索尔想着我爹都没这么跟我说过话 你算老几啊 一锤子就扔了过去 可万万没想到海拉竟轻松接住了锤子 Darling You have no idea what's possible 看到如此场景的洛基 赶紧召唤彩虹桥烤鹿 但海拉可不会放过他们 洛基人出武器还想反击 却反被打出传送通道 索尔还想反抗 可根本不是对手 直接被打飞出去 成功回到阿斯加德的海拉 顿时一阵快感充满全身 接着二话不说就秒杀了两个先攻战士 吓鸟的屠夫连忙下跪陈府 随后海拉来到先攻 却发现没有一个人愿意臣服于他 他也不想多废口舌 一秒切换战斗形态 回到阿斯加德的海拉神力不断增强 凭借一首无限剑场的旋律 直接全灭了所有人 随后海拉来到了奥丁的保护 什么无限手套 寒冰魔盒 包括宇宙魔方 这些宝物他都不屑一顾 唯一让他感到兴奋的只有永恒之火 接着海拉纵身一跃来到了地下深处 这里沉睡的士兵 正是曾经陪他征战沙场的手下 只见他将永恒之火用力拍向地面 永恒之火唤醒了他的全部手下 包括他的爱选芬里尔 随后他带着军队准备开始征服九节 不料却发现开启彩虹桥的神剑不见了 原来是海姆达尔拿走了神剑 并将阿斯加德的人名 带到后山躲了起来 另一边 索尔被打出彩虹桥后 意外来到了一个充满垃圾的星球上 还没了解清楚状况 他就被一个女人电用了过去 随后女人将索尔一斗师的身份 高架卖给高天尊进行比赛 他是这个星球的统治者 最大的乐趣就是观赏各种竞技比赛 就在索尔思考该如何回到阿斯加德时 一扭头却发现了 正在谈笑风声的洛基 洛基因为早来几周 意外和高天尊成为了朋友 索尔想着之下有救了 但他还是高呼了洛基 就这样再次被弟弟坑的索尔 被关到了等候室 接着还给索尔找来了专业发型师老里头 给他剪头发 索尔非常不情愿 还用奥廷的名号威胁对方 可老里头亚根不知这块 很快 索尔就以全新的形象闪亮登场 他戴上头盔做好了战斗准备 随着地面一阵地动山摇 一个庞然大物猛的冲突 可令索尔万万没想到的是 高天尊口中的上界冠军 竟然就是失踪多年的好兄弟浩克 这可把索尔高兴坏了 但洛基却被吓得花容失色 此刻他再次回想起 复联役中被绿巨人支配的恐惧 而索尔则和浩克开始了闹家场 可浩克根本不想听这些 他气愤地向索尔发起进攻 接着一个大摆锤将他打飞数百米 眼看对方丝毫不留情面 索尔也只好掏出武器认真应对 不料帅不过三秒 双刀就被浩克打飞了 还被一脚踹到墙上 刚缓过神 锤子就落到了眼前 眼看浩克再次奔来 索尔起身来到锤子上方 索尔缓缓向浩克靠近 并学着寡解的方法试图让其冷静下来 雷神索尔和绿巨人浩克 他俩到底谁才是最强复仇者 暴走的浩克一脚将索尔踢飞出去 看着再次重来的浩克 索尔快速握住上方的大铁锤 瞬间将浩克轮飞及白米远 趁着对方迷糊之时 索尔学起了寡解的招式 温柔地牵起他的手 甚至还露出了一脸猥琐的笑容 结果却是让他好好体验了一般 洛奇当初的深切感受 眼看无法沟通 索尔也不再留守 抡起大锤对着浩克就是一顿输出 更是凭借灵活的身法 打得浩克毫无还手之力 可这种侮辱性的行为 却彻底激怒了浩克 他单手就接住了飞来的铁锤 随即开启暴走模式 他将索尔按在地上疯狂暴锤 就在索尔命悬一线之际 进意外触发了他的被动技能响跌 起身后的浩克很不服气 再次冲向索尔 两人直接在空中来了伐续一哄拳 眼看索尔就要赢下比赛 高天尊坐不住了 他立刻按下开关将索尔垫鱼 真是没想到 觉醒了雷霆之力的索尔还是怕垫 等索尔再次醒来时 发现浩克也在这里休息 索尔问他是怎么来到这个兴训的 浩克说出了他乘坐的昆士战机 说着就从池子里走了出来 看把索尔给羡慕的 看着楼下的昆士战机 索尔知道逃跑的机会来了 他想带着浩克一起回到阿斯加德 帮助他打败姐姐海拉 但浩克却拒绝了 他只想待着这里打比赛 这时索尔用一面和海姆达尔连上了线 看到了水深火热中的阿斯加德 他告诉索尔 民众已经被安顿在隐蔽的山洞 让他尽快从萨卡星最大的船送门回来 随后索尔让浩克帮他叫来了女武神 他趁机拿到了对方的控制器 拘下了脖子上的放电装置 接下来索尔就要回到阿斯加德 他撞火玻璃从高楼跳了下去 一路跑到了飞船上 可是启动飞船需要语音蜜语 好不容易解锁了飞船 谁知浩克也跟了上来 他庞大的体型直接撑爆了飞船 却意外看到寡姐之前留下的录像 这才让浩克恢复平静 慢慢变回了班纳 另一边 高天尊发现两人逃跑后 下令让洛基和女武神去抓捕他们 聊天中 洛基和女武神打了起来 大斗过程中 他用法术让女武神再次看到了 当年被海拉全军覆没的惨状 女武神终于醒悟 他也明白了自己的是命运责任 随后 女武神找到了索尔 他决定跟索尔一起返回阿斯加德消灭海拉 为此 他们还给这个队伍 集了个响亮的名字报仇指联盟 他们现在需要找到一艘高级飞船 穿过虫洞就可以尽快到达阿斯加德 洛基说他能弄到飞船 于是他们兵分两路 女武神则释放了那些被关押的决斗士们 并策反他们一起造反 而洛基和索尔联合去投飞船 两人扛起武器 直接来了一场真人魂斗落 很快两人顺利找到飞船 这时洛基准备一额坑索尔 剪了头发的索尔连智商都高了 他早就识破了洛基的诡计 并提前在他身上做了手脚 轻轻一按就垫倒了他 然后撇下洛基开着飞船就走了 然而这艘船只是一艘观光飞船 不具备作战能力 于是索尔让班纳来开飞船 他则去清理后面的追兵 索尔帮帮两拳就追爆了一艘飞船 女武神也加入战斗 他以悦而起跳上敌机 直接一刀就将其干报 随后又跳上另一艘飞船 将炮台推向后方 对着敌机一顿乱红 最后三人再次回合 驾驶飞船穿过了虫洞 成功回到阿斯加德 与此同时 海拉从平民口中得知了避难所的位置 可当他赶到时 海姆达尔已经带着居民 正在前往彩虹桥撤离 这时索尔来到了宫殿之上 他手持永恒之枪坐在王座上 一场姐弟之战已无可避免 女武神使用机枪 对着二华一顿猛烈攻击 可这点伤害根本不痛不痒 这时班纳站了出来 他决定好好救兴一下这个大狗 接着他从飞船一跃而下 二华担心吃了影响智商 静止朝着人群冲去 而下一秒 却被一股拘力拽住 一个过肩摔将他甩到身后 班纳成功变身无敌浩克 接着两个庞然大物挪打在一起 随后二一同跌下彩虹桥 另一边索尔正在和海拉大战 可海拉实在太强了 即使被永恒之枪刺中了身体 他也能立即恢复 索尔根本就不是对手 连眼镜都被打瞎了一只 此时亡灵军团开始屠杀无辜平民 海姆达尔也是双拳难敌厮守 眼看就要命丧鱼子 后个即使赶到将其救下 原来是洛基开着豪华飞船前来支援 所有人开始奋力反抗 掩护民众上船 而索尔这边却被海拉掐住了脖子 就在他要被活活掐死时 被动机能响跌再次触发 天空瞬间电闪雷鸣 索尔体内的雷霆之力再次决心 海拉被当场轰飞 索尔以雷霆击碎黑暗 带着闪电从天而降 面对数以万计的亡灵大军 索尔旋转跳跃逼着眼 瞬间便干倒一片 此刻他周身形成闪电领域 轻小兵纳叫一个利索 这时女武神则放出烟火吸引注意 他手起刀落一刀一个 另一边 浩克与二花在水里打了三百回合 还没分出胜负 这时二花一口咬住浩克 将他拽入水中 并用锋利的獠牙刺穿了浩克的身体 这浩克哪能忍 他奋力全直接将二花打飞 直接跌入悬崖 索尔这边也清完了小兵 与洛基和女武神会合 此时海拉也朝他们这边缓缓了浩子 索尔深知 只要海拉待在阿斯加德越久 他就越强大 看着身后的子民陆续登上飞船 索尔决定主动引发诸神黄昏 只有摧毁阿斯加德 才能打败海拉 他让洛基立刻前往宝库 利用永恒之火复活大罗斯 由他和女武神负责拖入海拉 可即便是两人联手 依然不是海拉的对手 洛基这边来到宝库 而他竟打起了宇宙魔方的主意 在永恒之火的作用下 复活的大罗斯变得足有千米高 他开始大肆破坏 眼看阿斯加德即将被毁 不甘心的海拉 独自冲上去和大罗斯正面硬刚 但迎接他的却是大罗斯的致命审判 看着被毁的家园 所有人的内心无比围多 只有索尔真一只眼闭一只眼 经过这场战斗 洛基也决定立停哥哥 索尔在人民的簇拥下 正式成为了阿斯加德的国王 最后他们驾驶着飞船 准备前往地球定居 忽然 一艘巨大的飞船拦在了他们面前 而来人正式宇宙寄身为主人面法 洛基也将为他顺走宇宙魔方付出代价